大家好,这里是体坛大腿,我是大腿 幸运的人,运气总不会差,大腿在这里祝大家,一切顺利 2022年U17女足世界杯继续进行 今天,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 上届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女足 小组赛两场比赛打完,四支球队战绩全部为一胜一负 只能根据近胜球来区分排名 哥伦比亚进两球,丢一球,金胜球一,排名小组第一 墨西哥进三球,丢三球,金胜球零,排名小组第二 西班牙进两球,丢两球,金胜球零,排名小组第三 中国队进两球,丢三球,金胜球负一,排名小组第四 所以,中国队想要小组出现,最后一场比赛必须战胜西班牙 当然,西班牙同样如此,想要晋级淘汰赛必须击败中国队 作为上届杯赛的冠军队伍 本届世界杯西班牙的表现大势水准 小组赛节目战直到比赛最后时刻才决杀哥伦比亚 第二场比赛更是直接输给了墨西哥 要知道,我们在面对墨西哥的时候 可是全场压制对手,并且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面对西班牙都是在中国队 考虑到本届比赛,西班牙非常一般的竞技状态 我们不是没有战胜对手的机会 面对这种竞技或者回家的比赛 中国女族的姑娘们深知其重要性 历史上,我们从未打经过这项比赛的淘汰赛 如今机会就摆在面前,怎能错过 对于中国女族来说,我们不必过分考虑对手的实力如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以我为主,从我出发 想想第一场比赛是怎么祭拜墨西哥的 我们必须做好防守,主抓防守反击,同时利用好定位球的机会 我们不能被西班牙的冠军头衔吓破胆 要知道,参加上届世界杯的阵容和本届世界杯的阵容 根本不是同一国人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担心 如果有一个创造历史的机会摆在眼前 努力去抓住就好了 至于其他的,不用多想 主教练王安智在这个时候需要站出来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女族的姑娘们还只是一群不到17岁的孩子 面对世界杯这样重大性质的国际性比赛 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作为主教练,不仅仅要不知场上战术,场下安抚也是必要的技能 如果中国女族的姑娘们能在赛前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对于他们场上的发挥也是有巨大帮助的 而奇迹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 今晚7点,2022年67女族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 中国女族对阵西班牙女族 比方是CCTV5体育频道由于安排了同时间段CBA,辽宁和广州的比赛直播 所以不会直播本场女族世界杯,大家注意 想要看比赛的各位球迷可以去CCTV5加体育频道会有比赛直播 所以你认为今晚中国女族能击败西班牙竞技淘汰赛吗 你想对中国女族的姑娘们说些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大腿的朋友记得点点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